大家好,我是二话 我们不用纠结蛋炒饭 先吃炒蛋还是先炒饭了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 蛋和饭一起炒的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蛋炒饭 饭粒粒分开 而且还粘着蛋 接下来请更新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碗 昨天晚上吃剩下的米饭 炒蛋炒饭 米饭要想这种粘性 不是很足的米饭 做出来的蛋炒饭才会粒粒分开 而且口感也特别好 剩饭可能会凝固在一起解脱 我们先用手把剩饭全部抓散 让它一粒一粒的分开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往碗内打入两个攻击蛋 然后拿出汤勺 把蛋黄和蛋清分开来 把分开来的蛋黄 装入小碗中 拿出筷子把蛋黄搅拌均匀 蛋黄搅拌至用筷子调起来 不粘筷子就可以了 把搅拌好的蛋黄倒入昨天晚上的剩饭中 然后拿出筷子把蛋黄和剩饭搅拌均匀 要搅拌至每一粒饭都均匀的裹着蛋液 搅拌成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看特别的漂亮 接下来我们把蛋清也处理一下 拿出筷子把蛋清也把它搅拌均匀 同样的搅拌至用筷子夹不起蛋清就可以了 接着拿出汤勺把上面的浮沫撇掉 拿出一个去肉皮的胡萝卜 先把它切成片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成条 最后再把它切成胡萝卜丁 胡萝卜丁切好后 我们把它装入小碗中 拿出一根活腿肠 用切胡萝卜的方法 先把它切成片 然后再把它切成条 最后也把它切成丁 活腿肠全部切好后 我们把它也装入小碗中 接下来拿出一颗洋葱 先把它对半切开 然后再把它切成片 最后也把它改刀切成洋葱丁 洋葱丁切好后 我们把它也装入小碗中 再拿出半根翠绿的黄瓜 也用同样的方法 先把它切成片 然后再改刀把它切成条 最后也把它切成黄瓜丁 黄瓜丁切好后 我们也把它装入小碗中 最后拿出一把小香葱 香葱是蛋炒饭的灵魂 我们把香葱把它改刀切成葱花 全部切好后 把葱花也装入小碗中 锅上热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 倒入我们切好的胡萝卜丁 然后用锅铲把胡萝卜丁翻炒 这个兴趣我们一定不要搞错 胡萝卜丁比较难熟 所以我们要先炒 胡萝卜丁炒好后 倒入我们切好的香肠丁 然后拿出锅铲 继续把它翻炒 把香肠的香味炒出来 香肠炒香后 倒入切好的黄瓜丁 把洋葱丁也加入进来 继续用锅铲翻炒洋葱丁和黄瓜丁 洋葱丁和黄瓜丁比较容易熟 我们翻炒个七八秒左右就可以了 接下来往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盐 少许的胡椒粉 然后用锅铲翻炒 把食盐和胡椒粉都翻炒均匀 全部炒好以后 我们把这些配菜都装入小盘中 再次气锅烧油 油热后 倒入我们刚刚拌好的米饭 然后用锅铲把米饭平淡开来 米饭平后 我们要用锅铲不停的翻炒米饭 防止米饭粘锅截坨 米饭炒至这样滴力风干就可以了 接下来倒入我们刚刚搅拌均匀的荡叶 继继续用锅铲翻炒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就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麻烦深入你们刷刷的小手帮我点赞评论与转发哦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再次感谢你们 米饭翻炒成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接着往锅中加入一勺生抽 这样可以使米饭先入个底味 用锅铲把米饭和生抽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后 倒入我们炒好的配菜 然后用锅铲继续翻炒 翻拌十几秒就已经整均匀了 接着倒入我们切好的银红配料小香葱 然后用锅铲翻炒 小香葱翻炒至断生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蛋炒饭的颜色 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接着我们把炒好的蛋炒饭装入盘中 一盘好看又好吃的蛋炒饭 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红白黄细看起来也特别的有食欲 里面加入了很多配菜都是自己喜欢吃的 喜欢吃什么样的配菜都可以自己随意添加 真的是太爽了 搭配鸡蛋和各种蔬菜 营养也是非常的全面 不管是做早餐还是晚上加班做宵夜都非常的好吃 如果您也喜欢不妨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结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